明星的柔韧度究竟有多强 刘宇轻松劈叉还能绕一圈 这种看起来腿都要断了的动作 在张艺凡看来 这不是很简单吗 抬脚就是一个时针画缘 之后轮到洋洋更是轻松至极 表演站立一次马 还能淡定唱歌 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压力 上节目跟嘉宾玩果干游戏 弯腰贴到地面的场面 成功让他获得了青春环游记 果干王的称号 不愧是军艺舞蹈系出来的学生啊 而羊羊同样作为舞蹈生的迪丽热巴 柔韧度也是一等一的好 平常拍戏拉筋 高抬腿都是小case 在王牌对王牌节目上 随随便便就是一个下腰 体擦 甚至百一四马还能轻松一动 横竖方向切换自如 之后到了奔跑吧节目组 热巴刚时展现了 惊人拟天大长腿 看到郑凯怀疑人生 这距离我可能要叫个车了 我的天哪 要不你叫车过去吗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 同样舞蹈出身的金晨 更是柔韧度惊人 赏快本挑战老虎邓一字马 双腿直接比成了负度数 然而好胜心肠的他 却并不满足 甚至还要再加一个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少得了宋倩和成潇的出现呢 作为韩国女团出道的两位 在柔韧度上可都是一把好手 一字马 匹叉 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 甚至就连平常系鞋带 宋倩和成潇也都是高太腿姿势 严重让人怀疑 这动作是舞蹈生的日常吗 除此之外 在王牌节目里 宋倩更是大展柔韧度 站立一字马的同时 还折了一下腿 靠着屏幕都感受到了 骨头碎裂的声音 而成潇就不一样了 下腰拍视频 拍出新花样 身体直接弯成了一个圆形 关键还不是那种 需要人服的状态 下腰后自己又重新站起来了 看着网友们连连点赞 这真的是人类身体能做到的吗 之后轮到杨子就比较逗了 作为一位没有舞蹈接触的天生软骨 姊妹在亲爱的客栈里 大方展示双腿盘头的绝活 看得嘉宾们震惊不已 这是从马戏团学来的吗 怎么可以这么搞笑 这双腿可以这样 然后这双腿可以这样 然而除了腿上功夫了得 杨子手上的绝活也毫不逊色 在蒙坦坦坦安理 手指弯曲成各种角度 看得在场观众 尖叫连连 当然也不乏这样的欢喜冤家 为了阻止姊妹才艺内卷 方子涛淡定地吐槽道 都说人老了 骨头就硬了 而在周汉良身上 可是一点都没看出来 上这就是街舞比赛 活力满满后台比赛说来就来 看得队友们十分震惊 根本不像是48岁的人 而比这更恐怖的 还有属模特出身的胡冰了 身高189年龄51 整整比中汉良大了三岁 但在妈妈你真好看节目上 他却能干净利落地轻松比赛 而且一匹就是2米3 看得各位妈妈们 尖叫连连 这也太酷了 当然柔韧度这种事情 大多还是后天练习的 就比如上述几位明星 基本都有舞蹈功底 拉筋劈叉都算是正常操作 而没有基础的我们 就只能一身硬骨了 所以大家可不要轻易模仿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妖孽 你绝对蛇妖